再來就是今年探花 就是我們那個芮安 那也是請她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那我就講比較跟她不一樣 就是跟課很重要嘛 就是跟課一定要跟 然後真的就是要馬上課後複習 然後就是不要拖 然後不會的一定要馬上問 然後就是 就是千萬不要跟她讀說 覺得這題太難了不會考 其實通常都會考啦 就是你不會有她通常都會考這樣 那我講一下中塊好了 中塊的話就是 我好像沒有缺過課吧 就是因為我覺得中塊它課很多 然後因為你們也知道就是 補課袋子其實不太會馬上就出來 所以我其實很害怕說 下一堂課開始 但是你還沒補到這堂課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聽不懂她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中塊我是完全不敢缺課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 能跟就要 真的就要盡量跟啦 沒事最好不要缺課這樣 然後林鄭老師真的會講得很詳細 然後你有時候覺得她如果太慢的話 其實像我自己我是會就是往下寫 就是就是你你不要 你可以的話你就往下寫 然後你不用等在那裡這樣子 然後城管的話其實我覺得說 因為我邏輯很差 然後我中文也很差 就是城管的題目你們都知道就是老師會教比較難 然後有時候那一題老師又會補充 可能變一個字解法會全部變 然後我就很難理解 因為我真的中文非常的差 但是就是我城管其實我到總複習的時候 我才比較懂 就是總複習考前大概兩個月我才比較懂 然後我有參加全訓班 因為我是一個我不會排讀書計畫 因為我覺得排計畫你還不如趕快讀書 因為你排計畫其實你很常都會 就是你可能會跟不上計畫 然後就反而很懊惱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花時間在做那種事情 我覺得我就直接讀書比較快這樣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就是要讀什麼 所以全訓班我覺得說他就幫我安排了讀書計畫 我就跟著 這是我覺得全訓班很好的一個點 然後全訓班就是每次上課前都會考試 然後其實我城管我真的前面兩三次吧 我從來沒有及格過 我大概都是二三十 然後但是就是都會有人考到九十分 然後我那時候就真的覺得說完蛋了 然後老師就一直強要說 城管真的考得非常簡單 如果你輸了 就是老師有一次講過一句話 真的是直接戳到我 他就說你真的會因為城管這一顆落吧 然後我就從那天之後 我其實之前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練中塊 因為中塊真的很大 你時間不花過去你真的讀不完 所以我前面一直都在讀中塊 城管因為我又很很喜歡逃避城管 但是從那之後我就真的全部時間 也沒有說全部啦 就是很大部分 就是幾乎把中塊都移給城管 就之後你們會拿到一本很厚的歷屆試題 我一天大概就是解他 解了大概十幾份考卷 就是一直狂解就對了 然後其實你歷屆試題做了之後 因為很多都是課本上就會有的題目 課本上都會截入歷屆試題 然後其實你做的時候就會覺得 嗯這一題做過 但是我不會說這樣就跳過 我會自己想一次順一次 然後我會再去翻課本 因為老師就做過嘛 然後我就看看跟老師做的哪裡不一樣 老師做的跟我差在哪裡這樣 然後就是一直去練 然後其實會發現其實都蠻高的啦 就都大概就是錯一題選擇題 都九八這種的 然後就會覺得自信心就上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比較不會害怕 然後從那之後我就是每天 從那之後的第一次全訓班 也不是說第一次 就從那之後的第一次全訓班 考試我就突然考到八十多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也很很訝異 但我覺得就是 你不要害怕那個東西 然後你就是穩穩的去做 然後你訓練好你的邏輯 然後你要就是老師教的 其實老師有時候上課啊 他可能有時候會講一些 可能你覺得跟課程無關的東西 但他那樣真的不是在聊天 他都會就是帶觀念 就是有時候題目就是 你會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他講的那些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為什麼要那樣做 所以他有時候聊天不是在聊天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那些話都要認真的聽 然後就反正從那之後我的城管就變得 就是一路變得很好這樣 然後審季的話我一開始是跟A班 因為就是比較早開課嘛 然後審季學校有學過 但是我覺得他很難 因為我剛剛講過我中文很差嘛 所以我很不喜歡背書 然後審季又是那種很架構很邏輯的東西 就是完全是我弱科 但是就是 我就是跟A班 我覺得就是 林俊老師上課是很開心的那一種 就是你可以學的比較沒有那麼有壓力的感覺 然後後來因為我很不喜歡自己看書 所以我是直接聽B班 哲文老師的補課 就補袋子 當作複習 但是我那個補課補完 我也會再看一遍 就是我整個課本會再掃一遍 認真的看不是快速的看的那種 就是會直接再掃一遍這樣 然後那個習題也是每一題都做 然後就是我審季大概就是這樣看啦 然後後面就是一樣就是被精選問答 你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然後正快的話 真的就是蠻傻眼的 他這一次考試前我突然發現 不用計算機我整個嚇壞了 因為就是我在考前還在狂練計算題 所以今年的正快我覺得就是 可能因為改版 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敢考那些改調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避免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考的沒有很好這樣 然後財政的話 真的就是要畫圖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財政 因為我是高職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財政其實我蠻能接受的 就我覺得蠻簡單的 所以一開始我都用看的 但是到後來其實財政真的會越變越難 然後我就覺得圖越來越多 然後你就會完全忘記一些圖是在幹嘛的這樣 然後我到很後面才 我到全訓班開始就大概考前三四個月 我才開始做筆記 就是自己在做筆記 我是覺得 筆記這種東西你要 現在上課你就要直接做了 就是不要跟我一樣 因為我後面花了很多時間做自己的筆記 就是你 你的圖真的是要很用心的話 然後每一次有生論題老師會改的話 你真的每一次都要寫 然後 差不多這樣啦 就是橫軸中軸你也要很重視 因為橫軸中軸錯了的話 你就 基本上老師不會看你那張圖 還有什麼 喔快成法規 就是背嘛 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 我通常都是吃飯的時候邊背 就是 那個就是沒什麼好講的就是背啊 對 那就差不多這樣 希望大家都能上榜